早安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可以嗎? 好 來 下一品農學看十二頁 來 第二題 好 這個題目 他說如果今天每個店主持都是10歐姆 然後他的發熱功率不可以超過20瓦 那這時候其實他每一個組合 我會說產生熱能功率最大功率是多少 那你注意一下 如果我今天 這第三題 好 謝謝 好 我記得有一次都已經講 講哪一個地方講了半夜之後 然後他就跟我說老師這個上次講過 好 來第二題 每個電主值都一樣 電壓逐漸升高 哪一個最先會被燒壞 其實大家知道 如果最先燒壞 其實這第二題第三題類似的 最先燒壞 暗示來他的功率也應該怎樣 最高 最高 他功率最大 所以他在時間裡面 他產生能量最多 到功率最大的話 這邊因為電主都一樣 所以來你如果透過I平方R 就會知道 如果他的電流最大的 來他的功率是不是最大 所以他就容易燒壞 所以這邊這個題目就變成說 你去判斷誰的電流最大 這時候來他的功率也會最大 然後就會容易燒壞 好那我們來看 這個題目因為化成這樣 你們以前在做考古集有沒有看過這題 很多人這個就卡住了 好這個東西到底是怎樣 來這些到底是甚麼臉 你們看得出來嗎 那他是不是會是這種電條 其實也不是 那這邊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喔 我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們跟大家講 那個導線沒有電阻嘛 所以導線本身他其實愛畫成甚麼樣子 他愛在哪邊折通通都可以 對不對 好來現在我們碰到這種題目 我跟大家講 來你可以這樣想 首先你就把它想這一點 這一點如果叫X 來我問你們這兩點有沒有等電位 來主要這兩點是不是同一點 是啦 來這一點也是X對不對 好再來那這個C跟Z很明顯的是甚麼連 串連 好再來那這一點是Y 那我現在要重新畫囉 來沒有我重新把這個圖畫出來 來如果說這個是X出來 請問一下X出去接了幾個電圖 既然這兩點是同一點 來你就可以讓想 來他出去接了誰 出去接了誰 比不直還出去接了 所以對我來講 來這個X來出去接了三個電圖 這是我們把它畫成等效電圖 然後看著會比較好看的 好嘞 這個是A 這個是B 這個是C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 來他的A和B過來一起接到哪裡 Y 對不對 好來換這兩個一起接到Y 所以來這兩點直接接到Y 來 好然後剛剛那個C本身直接接珠 這個應該沒問題 來這個C直接接珠 是不是 好可是剛剛這個Y呢 來Y出去要再接1 來Y出去要再接1 好1過來接到 假設說這個叫Z點 1跟珠 來1跟珠就要接到Z點 所以來這邊這就是Z點 然後這邊接我們的電壓 這邊接電壓 請問等效電路如果畫成這樣子 來是不是看起來比較容易可以理解了 來可以嗎 好那所以這是第一個你要學會 對有時候就是要類似像這樣的去看 尤其是這個 啊這個題目幾乎每次都有考 幾乎每次都考 可是每次到考是還是有 像我們現在這樣講 你這樣好像知道 可是真正教理在畫的時候 你還是搞不太清楚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回去 到這裡再重新畫畫看 好來那我們現在怎麼辦 來這邊應該就比較可以去理解 好譬如說如果說他每個電子都一樣 來你這樣想來這個是R 這個是R 對不對 好如果說這裡的電壓是V的話 來這裡的電壓是V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電壓 來大家看這個圖 這個電壓基本上是B在這兩端 所以這兩端 基督這個是2R嘛 是不是 他是2R來這兩個串連是2R 那這是V 所以來這裡的電流就是V除以2R 來這裡的電流應該是V除以2R 也就是3分之2V除以R 我這樣寫OK嗎 來就是說從這邊這一堆 你先把這兩個併在一起 併在一起跟這一個 來他合起來是2分之3R 然後兩端來兩端是V 所以來他的電流 注意因為電流的話是穿過這邊的 所以來是3分之1V除以R 那這樣子就會知道說來這兩個 應該是各一半對不對 因為這兩個R一樣 所以來這兩個A和B流過去的 來流過去的就是3分之1V除以R 這邊是3分之1V除以R 所以電流最大的 來電流最大的其實是1 所以他也最容易燒換 電流最大是1 是這個3分之2的這裡 那你當然也有別的方式去判斷他們電流 那這是我提供的方式 來請問一下是OK嗎 這裡我想主要就是那個 那個電路要重新匯治 來現在請問第三題有沒有問題 好來我看看第三題 來我移開囉 那個老師每次檢查學醫師出的 你的那個實力養成電流有沒有寫的話 我會看你的範例的部分 因為這是上課寫的嘛 或者說你回家有沒有寫 我會稍微看一下 好來第三題來剛剛有提過 來這個題目裡面也是一樣 他說每個功率不可以超過20瓦 所以你就要去找 來這裡面看誰的功率最大 功率最大那個是不是不能夠20 那個如果沒有20其他就不會有20 好所以其實講半天也就是看一下 是誰的電流最大 不過他是說這個組織 所產生熱能的最大功率來就請 他是問說這個組織熱能最大功率 來我們看看 來你可以直接判斷嗎 來這邊哪一個電流會是最大 來這邊如果你稍微看一下 假設說這個是I的話 來這個也是I是不是 那請問來這裡應該是幾I跟幾I 來上面2 來你們應該知道來這個電流是幾比幾 2比1 所以電流就是1比2 1比2 所以來上面是1分之1I 來上面這邊來是1分之1I 下面這邊是2分之2I 好我把這幾個電流編號一下 來這邊是1 2 3 4 5 於是最大功率的 好應該就是電流最大 就是外面這兩個 所以這兩個應該是不是就是要 來到最大功率是不是就是20瓦 來我們就算它極限 好算它極限 所以來1號還有5號呢 應該就是I平方R應該要等於20 I平方R應該等於20 所以來這邊告訴你I平方是2 好那這樣的話你其他的也都可以跟著算 好2號跟3號 來它的電流呢是1分之1I 好再乘以10 好再乘以10 所以來這邊的話是9分之10I平方 所以是9分之20 我如果計算出來再跟我講 因為I平方是2 好再來是4號 4號的話是3分之2I平方再乘以R 好所以來它是9分之2的40 來40I平方 I平方是2 所以9分之80 9分之80 所以來它產生的總功率 來它產生的總功率就是P1加P2 再加P3再加P4再加P5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講的1號跟5號的話是20 所以有兩個 1號跟5號 2號、3號的話是9分之20也是兩個 來4號的話是9分之80 80 所以不拉不拉不拉 算出來這是多少的話 來OK嗎 就是這邊有時候它文字敘述 那你要知道它到底在問什麼 它到底在問什麼 來這是第三題 再來請問 你們兩個人 你們剛剛講說你們大概是幾點出去 12分 50分 50分就要出去 又幾 50分再講去幾號 在活動中心前面 好活動中心前面是不是 好 那你們就12點半來看看一下 我不會收一收再半 是不是差不多 好 那算我們這禮拜就不要檢查好了 我們就等下禮拜怎麼再一起檢查 因為我覺得這樣時間 等一下他們下課然後再把它送過去 對啊 然後才會再搬回來 對啊 那這樣太麻煩了 好不好那都自己回去才先 OK 好來然後我們現在看 南國地勢尼有沒有問題 南地勢尼應該要有電動的問題才對 你們覺得這一題對到的困擾是哪一個東西 是不是那個阿培地的位置 阿培地可以這樣子放嗎 好來我們先看 來這個電路里面電池的電動序是7幅 7幅 然後 好我們先把它寫清楚 再來它有個內電圖 所以我會強烈建立寫在旁邊 這樣我們要做題目規往系 然後R1來是3歐模 然後R2是6歐模 R3是6歐模 R4歐模 下列何者正確 然後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瓜谷告訴你 福特劑安培地是理想狀態 來理想狀態 所以安培地的內電圖是多少 是多少 0 福特劑的內電圖是無限大 好注意 我們現在先不要管安培地福特劑 你先不要管安培地福特劑 因為我們就要先把這個陷入裡面 因為它要問很多東西嘛 來福特劑安培地的圖 還有什麼等效電圖 電流啊 好我先跟大家講 因為我之前好像做過一次跟你說 我們在做題目的時候 很重要的是 你如果有辦法把這上面的每一個 還有總這邊的總電流算出來 當你電流算出來之後 來電流知道的話 來IR是對它墊壓 I平方法就是它什麼功率 這個很多你要的是不是都可以問出來 所以我們以後碰到各種類似題目 大概你先不要去管 因為這個題目其實很討厭的地方是 它有五個選項等於是五個題目 好那我們首先先跟大家講 來我要重新畫這條電流 好安培地因為這個電流是零 請問這邊相當於怎樣 是畫一條線過去還是直接把這拿掉 對它是一條導線 因為電流是零嘛 然後福特劑呢 電流現在相當於什麼 段路 段路 你先不要管這些東西 你先把這個就要先把人等把它移開 來這個相當於段路 好安培地相當於直接過去 好直接過去的話 那這時候這個題目跟剛剛第二題 有一點編號類似的地方 你要重新畫 好重新畫 譬如說來這邊這個叫X 來來到這個地方叫做Y 這一點叫做Y 這一點叫做Z XYZ 都被我用掉了 那不要用XYZ好了 XYZ 他有四個點 我們不要用XYZ才是四個點 好我們看我們用什麼 用ABCZ好了 來 好來 用ABCZ 好 其實剛剛可以了 因為你有沒有發現 哪一點跟哪一點是一樣 根據剛剛講話 來哪一點跟哪一點是等電位 A跟BC AC等電位 來這邊的話是AC等電位 也就是說AC是同一點 好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如果我要重新畫 來 這一點是A 來A出去接了什麼呢 來接了R1 接了R1 好再來 這一點不只是A 來這一點同時也是C 來告訴我 來C接了什麼 很多人在這個地方就會C2 來注意 來從這邊C接出去 是不是就接了R2跟R3 所以來C 來C這一邊 其實相當於要接出去 來接了R2跟R3 好來這邊有一個是R2 這邊有一個是R3 我這樣畫可以嗎 因為A跟7本來就是同一點 然後A出去這一個 然後C出去這一個 然後這個出去 好但是請你仔細的看 你有沒有發現 剛剛這個R1 R2 過來什麼要接到B R1 R2要接到B 那不就R1 R1 R2是什麼連 另連 來這兩個應該要接到 這個是B B 好B出去接誰呢 來接R4 R4 那麼剛剛R4過來之後 接到珠 R3剛剛過來是不是也是接到珠 其實四個電子我已經畫完了嘛 四個電子已經畫完了 然後剛剛R3出來要接珠 R4過來也要接珠 所以來這兩個其實是接在一起的 來這兩個接在一起 接到珠 好然後再來這兩個再接出去接我們的電池 還有那個內電池 內電池 我想請問線路化成等效電路化成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來那我們再把它指寫一下 R1是3歐姆 R2是6歐姆 R3是6歐姆 R4是4歐姆 R5 好然後這個是7伏特0.5 好 那麼當我們算完之後 我們就會建議來計算它的等效電軸 就可以知道這邊的總電流 然後把它電流來分一分 好嗎 來線路先趕快畫完 你要先不可以畫 而且來瞭解這個線路是變成這樣子 那個安倍鏡放在哪邊 圖樂鏡放在哪邊 等一下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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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把這個線路先拆掉 因為它剛剛講我拉是一個理想的 好來現在用心算的就來講就好 來請問一下 這兩個先拆掉 來3跟6拆完是多少 2喔 來這兩個拆完 來這兩個拆完是2 好2跟4來合起來是什麼 6 6跟這個6來是多少 3 所以來我們知道 來這一堆來合起來這邊是3 所以第三個答案 所以第三個答案 外電池 外電路的等效電阻不去 6是3喔 來就是這兩個 因為老師這個不寫的啦 3跟6是病完是2 2跟4是6 6跟6來合起來是3 好再來 他問你說來我們先看 來流經這些的電流 可是應該知道 他的等效 整個線路的等效電阻 來第一個 來他全部的等效電阻 應該是等於3再加0.5 所以是3.5歐 有沒有問題 外面這一堆是3 然後這個是0.5 所以來整個是3.5 好整個3.5 所以對我來講 來我的總電流就是7 除以3.5 來是2安培 來外線路這邊 這是2安培 好當你把外電路2安培寫出來之後 來我們有一些東西就會知道了 一樣喔 來這邊也不打算用寫的 用講的 來這個2安培來到這邊 我們剛剛已經發現 來這裡是6歐姆 來這一堆也是幾歐姆 這一堆也是6歐姆 這一堆也是6歐姆 這一堆6歐姆 這一堆6歐姆 所以來這個電流 應該比較一樣 那這個是2安培 所以這邊應該是各1安培 來這邊各1安培 來這邊各1安培 所以來這邊這個是1安培 這一個也是1安培 好再來 請問每一個電流有沒有問題 寫完我們可以再檢查一下 好寫完檢查什麼呢 來這是3比6 所以電流2比1 再來這邊2安培流過來 來2安培流過來 是不是有來分三個 3分之2 3分之1還有1沒有錯 加起來是不是2 然後這邊1安培流過去 來這邊3分之2 3分之1合起來是1 然後1跟1合起來是不是又是2 好來請問一下這個整個檢查OK嗎 好所以來這邊回答哪一個 回答剛剛R4的電流是1安培 來第4個答案 來這個剛剛系的答案是錯的 豬的答案是對的 好這個答案R4是對的 然後它其中喔 來第4個選項 第5個選項 來第5個選項 來一個功率的話 我覺得這個 這個真的是 來哪一個功率最大 那要怎麼辦 是不是要看I平方R 哇這I平方R I平方R 你可以好像變成要一個一個去算一下 對不對 好來這邊自己稍微看一下 來P1的話是I平方3分之2 好P2 P2是3分之1 好P3 來P3的話是6 來 I是1 再乘以6 來P4 來平方R1 再乘以4 這幾好像可以 就我們真的去把它每個算出來 大家知道 不會用看的 或是我覺得在考試的時候 你大概不會那麼緊張 不會那麼的悠閒一下 我們這樣去觀察一下 我跟妳講 來這邊如果妳稍微觀察 就會發現說 來這四個電竹 這兩個電流最大對不對 而且這個電竹就會最大 電流最大 電流最大 所以它功率一定是怎樣 最大 不過這個前提是妳要到 妳已經判斷出來 他們電流是這樣 所以這個題目如果說妳不算 只是判斷的話 其實是可以判斷出來 因為它的電阻 來這兩個來看 這兩個電阻最大 然後這一個比它電流大 那這兩個電流一樣 可是它電流會比較大 好 那這次做算是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來回頭再來看 好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A選一下 A選一下 浮特劑的讀數還好 來浮特劑的讀數應該沒問題 來 現在就把它併上去 浮特劑就是讀這兩端的內壓 哈囉 來 這是斷內壓 那一端的內壓 就是Ipsion在解除喔 來喔 所以來 浮特劑的讀數 來浮特劑的讀數 就是Ipsion減掉IR 來 Ipsion是7 I的話是兩安培 再來這邊是0.5 所以是6伏特 A的答案是正確的 那一的答案也是正確的 好 對我們來講 最困擾的是B選項 安培計的讀數 你覺得安培計足到了什麼電流 請問我們剛剛講A到C是等電位 來 A到C是等電位 有沒有電流 請問這兩個點是等電位的話 來會不會有電流 我們現在講 因為我後來發現同學都常會被這邊搞混 我不太清楚那個凱文是不是 來凱文後來到底有沒有弄清楚 這個我們是 他上次問了一個問題 上次有一個是這樣子 來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 好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來這很明顯的 這兩點等電位對不對 居然是這兩點等電位 來他上面會有電流 有人立刻搖頭 等一下我那電主值沒有寫 好電主值量 1歐姆2歐姆3歐姆4歐姆 請問一下 來這兩點之間有沒有電流 哈囉有沒有 你如果算一下就會知道啦 好我現在隨便講 來如果說這個是 這個是 我看看 來舉一個比較簡單的數字 好假設說是史福特好了 這是史福特 那你可以看到說 對我來講還是史福特 然後這個因為是這樣 所以來這兩個是病要先病 好這兩病的話 這邊1跟3 喝起來是多少 是不是4歐姆 來這邊是多少 6歐姆 沒有錯吧 多少 這兩病 錯了 1跟2病是多少 相加分之 來就是4分之什麼 3 來這邊是相加就是6分之多少 8 好所以來這邊的話就是什麼 3分之4 好所以對我們來講 來請容易看看一下 這邊的那個電阻是4分之3歐姆 來這邊是3分之4歐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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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邊的電壓跟這邊的電壓 比應該是4分之3比3分之4 來它的電壓比是4分之3比上3分之4 也就是多少 9比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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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用的比較簡單一點 好假設這25幅好了 好 來這邊既然電壓比也是9比16 然後這邊是25幅 所以來這邊看其他 好這樣多少 9幅 這邊叫16幅 來我這樣算OK嗎 好就是你先算這兩個病嘛 把這邊想成一個電阻 這邊想成一個電阻 好所以我們就知道 來這邊是9幅 這邊16幅 好這邊9幅 來這邊16幅來做什麼呢 來可以算電流 來這邊是9幅 並在這兩個 所以來這邊上面那個 來看看 來上面那個就是9 所以來這邊9安培 對不對 來這邊是9幅3歐姆 所以來這邊多少 3安培 來這邊的話是16幅2歐姆 所以來這邊是8安培 這邊是16幅4歐姆 所以來這邊多少 4安培 所以沒有錯 來外面的話 合起來就是3加92 這邊是12 這邊是12 我們這樣一寫 同學就會立刻發現 來請問一下 這檔邊上面有沒有電流 有啊 這邊9過去 這邊8過去 然後追這邊是不是要往 那邊流 往下 3安培 而且來這邊1安培 進來這邊3安培 進來這邊3安培 所以 這裡有電流 那我想請問 那這兩點到底等不等電位 等不等電位 等一下 等不等電位 等一下 你還是搞不清楚 這兩個剛剛根本沒有任何的電阻啊 其實你注意一下 來我現在這裡這條導線是沒有電阻 我即使有電流流過去 來請問一下他有電位這樣嗎 哈囉 有沒有電位這樣 沒有啊 電位R是什麼 0 R40 知道嗎 我們這個以前齁 來大家的直覺等電位 就好像以為他應該沒有電流 來等電位其實是說delta V40 好 可是delta V其實是等於他的電流再乘以R 好 你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我要等電位是沒有電位差的話 其實有兩個答案 怎樣 一個是可能是電流是0 但也有可能是什麼 電阻是0 我們現在這種情況就是誰是0 電阻是0的時候 來兩點等電位可不可以有電流 可不可以 可以啦 所以來這裡也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就是I40 R不為0 第二種就是I不為0 I不為0 可是R40 來這樣子都可能等電位 來我再畫一個會送電表給你看 我就知道 我要讓你知道是兩點等電位不一定沒有電流 它可以有電流 只要那條導線電阻為0就可以了 好 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來先看這裡等一下再超 來看這裡來 這是不是會是從電橋 老師這邊就是1歐母 2歐母3歐母6歐母7歐母 來是不是 來那這 是嗎 請問這兩點有沒有等電位 有沒有 有沒有電流 有沒有電流 因為既然等電位的話 他確定就是沒有電流 因為這邊為什麼 因為這邊有個7歐母 是不是 7歐母的話拿7歐這邊沒有電的話 他也有電位一下 沒有 所以這兩種情況是這樣 這兩點也是等電 來我們看看一下 來這邊是有 有那個 雖然有電流 是不是 來雖然有電流 可是實際上 來他這邊 這邊是等電位 來這邊是等電位 好來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邊OK了嗎 再回到我們剛剛的問題 好 請問 現在安培醫 你們知道他量到了什麼電流 這邊 這邊 來 你看看 如果你會看的話 就會注意到說 來這個地方 我從這裡 來安培計流過去的電流 來到這裡 來之後往哪邊流 這時候你不可以把那個線路畫成這樣子 因為你線路畫成這樣的話 你就不知道安培計到底怎麼辦 但是我們剛剛講 這一點跟那個是等效的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但我如果真的要知道安培計的話 來你有沒有發現 這邊假設說有個電流流過來 可是流到這邊之後 來電流就往哪邊流 往這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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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往這邊 往這邊 往R2往R3 那根據我們之前講的 那個電量守恆節點定則 流進來電流應該等於什麼 流出去跟 是不是就流出去的電流 所以我現在安培計過來電流 其實流過去R2跟什麼 R3 講了半天 也就是安培計電流 其實兩道是誰 R2跟R3的核 就在這邊 R2跟R3的電流的核 R2 R2是多少三分之一 R3是一安培 好 所以來第四個 安培計的電流 其實是等於I R2的電流 再加上IR3的電流 R2的話在這個答案裡面 R2在這邊 R2這邊是三分之一安培 R3的話是地安培 所以合起來三分之四 好 這是一種方式 了解嗎 這個就是你要去瞭解那個 所謂的節點定則 那你說老師 那我從另外一個節點看 可不可以 可以 來加油喔 好 我從A節點來看也可以喔 來看這裡 來這裡有一個總電流流過來 是不是 來同姐對不對告訴我 來總電流多少 剛剛有上來總電流多少 2 好來到這邊 一個是不是流過去R1 一個是不是流過去安培計 來R1多少 來大家看一下 來我們剛剛這邊過來是2安培 然後R1的話是三分之二安培 來這邊三分之二安培 所以流過去安培計 就這兩個相前 也是三分之四安培 就是你從節點從這邊來看 兩安培流進來這邊三分之二 所以這邊三分之四 好然後三分之四流進安培計之後來 在這邊再流出去這兩個 一個三分之一一個1 來我們把這個每一個都畫上去的話 來畫到這邊你會更清楚 來看這裡喔 來老師這樣把每一個都畫出來給你看 好這裡是三分之一安培 對不對 三分之二三分之二 A的話是三分之二 好來這裡是三分之一 來這裡又是1安培 好來同學看來從這邊 這邊三分之二進來 這邊三分之一進來 所以來請問在這邊應該多少 來回去節點來 這邊三分之二進來 這邊三分之一進來 對來這邊多少 1嘛 這邊 來好是這邊流過來就是1安培 沒有錯 來我們剛剛給他這邊1安培 然後這個1安培進來 這個1安培進來 喝起來等一下又是2安培 所以你從每一個地方去檢查 來這都是符合的 所以這個題目喔 因為他這種畫法你會搞不清楚 有些人以為那個安培計是病點 他根本沒有病點 病點在哪一個電子 沒有喔 安培進沒有病點在哪一個電子 因為他 我們所謂病點的話 是他的兩端跟那個 就是都是接在一起 一個東西跟另外一個東西 他們兩端是接在一起 那這個沒有 你這樣看以為他還真是病 沒有這邊有另外再接觸 來所以第二個答案 你看安培計毒素1.5次做的 是3分之4 有問照可以嗎 可以齁 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14頁第五題 第五題第六題 這兩個題目就會碰到內電毒 那怎麼去處理的 那第一次做的時候會有點困擾 但是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看第五題齁 在這個電子裡面 電池的電動式是10V 好太好了他沒有內電毒 電路上有一個電子是1歐姆 還有一個電動機 來電動機就是馬達 好電動機的轉軸上面有一條線 下面掛了一個500克的東西 電動機轉動的時候來物體就會上升 上升的速度固定是3公尺 好重力加速度是這樣 來電流 這個上面這個電流太好了 因為有電流太多資訊可以知道 來這電流暗示這邊3安培 然後這邊3安培 來這個也是3安培 來大家都是3安培 好 我講這個東西 電動機對外作風的公令 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什麼 這邊如果我們什麼都還不去考慮的話 來我們來看一下 來這裡應該這個是提供能量對不對 這是不是消耗能量 這是不是也是消耗能量 好請問一下這個提供多少 用功率來講話是多少 9瓦 是不是30瓦 這邊消耗多少 來 來 平方 來消耗多少 9瓦 那這邊多少 30瓦 9瓦 這邊多少 20 21瓦 是不是就是電動機對外作風的功率 對外作風的功率 是不是 有人咬走不是 那是什麼 會發熱 這個21瓦應該是講電動機所消耗的什麼 全部的電功率 全部的電功率 他消耗電功率 可是他消耗電功率 會變成哪一些東西 一個對外作風 另外一個呢 是不是有一些熱能 好那請問一下他產生熱能多少 應該是 是不是 假設的話有人叫電動R的話 應該要在地方 是不是 可是現在知道 他的R嗎 欸 在這樣 R在第二點 照高 這個是不是也不知道 好 就這怎麼辦 好 我跟大家講一下 來 這個馬達是這樣 你要弄清楚 來 他所消耗的電功率 應該等於 他對外作風 那他對外作風 最主要是變成力學能 這力學能可能是動能 可能是衛能 也可能是動能加衛能 所以我們把它寫成力 好 來就是力學能 好 再加上來他的內電磁所消耗的熱能 好 這邊寫內電磁 寫熱齁 這邊好像都是寫能量 電能力學能熱能 根據剛剛的判斷 他這邊消耗掉是21瓦 那本來應該把熱能 這個熱能的話 應該是RA平 是要把它消掉 是不是扣掉 問題是R現在不知道 所以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題目其實不是這樣 所以他要怎麼辦 來他對外做功的功率 就是剛剛講來 他產生力學能功率 對外做功的功率 就是那個力學能功率 來應該等於他所做的功 再足以他的時間 請問同學他對外做功 最主要是變成什麼能去了 有沒有動能 正邊好像要非常小心 有同學看到速度就覺得有動 可是你為什麼叫動 固定速度 既然是固定速度 暗示他在上升過程中 動能有沒有增加 沒有 我知道同學會有些疑問說 奇怪他一開始的時候 一定是沒有速度 是不是後面會產生速度 可是請問一下 根據這集的意思 他有沒有去管理一開始 他什麼速度變成3的 沒有 那一開始速度變成3 那個一開始功率一定要比較大 但現在我們全部討論 是不是已經在討論固定速度了 所以來注意他這邊力變成並沒有變成動能 來只是變成什麼能而已 來馬達最後是不是變成衛能 所以來這邊的功能 這邊其實變成他的重力衛能 好重力衛能的話是MGH 來M的話是500克0.5公斤 G的話是10 來H又是問題的 我哪知道他上升高度多少 對他每秒是3公尺 那還好來假設說他這邊 我們剛剛DELTA 你睡到一併看 好我考慮看一秒來他就3公尺 2秒就6公尺 所以這個就是1.5來15碗 好第2個 我剛剛已經有稍微暗示你了 我希望你能弄清楚 我想問一下我們剛剛說來這邊提供了30瓦 是吧 來這邊消耗了9瓦 好所以這邊就消耗掉21瓦 請問21瓦是不是就是I平方R R是嗎 很多人都已經咬頭了 這邊就是很容易弄錯 其實這邊都已經在暗示你了 我這邊用掉21瓦 其實我們剛剛故意把這邊偵測 這21瓦其實是不是有些用到力學呢 但這個不是在電路裡面 所以你沒有辦法算 你必須要透過這種來計算 那其實這邊你看是你來這邊是15瓦 所以來熱能就多少 1 來這邊21 來這邊15 所以他只有6瓦 然後這邊熱能消耗掉6瓦的話 來再6瓦 是不是再用I平方R 因為他的I跟外面I不一樣 一樣 好所以來應該怎麼寫呢 來我們重新寫給大家看 我寫比較完整的敘述給大家看 來其實應該要這樣子 第二個 對我來講 來這邊輸入的功率應該等於輸出的功率 提供的功率應該等於消耗的功率 來提供的功率是什麼呢 來提供的功率是電池提供的 來消耗的是馬達消耗的 我們慢慢寫 還有外電阻R消耗的 可是馬達消耗的還要再變成它的力學能消耗的 跟它的內電阻R消耗的 力學能是它要拿出去的 那R是內電阻 所以電池所消耗是什麼呢 來電池就是I平方 力學能消耗的就是剛剛那個15R 這要分據一體來算 再來內電圖消耗的是I平方R 這邊是I平方R zes到外電線上消耗 consulting 有沒有弄清楚什麼一回事 就是人家問什麼要弄清楚 那個有沒有弄清楚一回事 你回去做第六行就知道 不要現在做 你回去做一下就知道 那個老師現在寫的這邊是當然是我慢慢的寫啊 我把整個的概念跟你講 那個我問你一下 這邊如果有考慮騙子有類騙子的話 其實也沒有差啊 電池的內電圖怎樣 這是我提供能量 請問一下 全部是三次嗎 不是 這邊提供能量是不是要把這個 電池的內電圖的部分把它扣掉 所以其實像老師是因為這樣寫 你真正在考試我相信你不需要這樣寫 你可以像我剛剛這樣 這個算完30瓦 這個算完9瓦 就是這樣子 好 我們就稍微 因為這個用心算就可以知道了 來 我們用心算的看一下 來 這個是35瓦 來 這個是多少 9瓦 好 再來剛剛這個力學能在前面算出來 來 這邊15瓦 所以用心算的 來 這邊35瓦 這邊9瓦 這邊15瓦 所以來 這個就多少 這邊6瓦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我像我這樣 我那邊是希望把它寫清楚 所以你就知道6瓦 就等於I瓦 這個就可以把它算出來 來 這樣OK嗎 來 第五題 昨天講過 來 除了第六題有沒有問題 好 第五題 昨天好 已經講得差不多了 來 講第六題 又有什麼困擾呢 來 研究一下 好了 加油 好 兩個電池 分別是40跟10 好 來 這個是40 好 內電圖都有 所以來 我們會建議這邊趕快寫1歐姆 好 這邊的話是10瓦 好 也是1歐姆 這邊有個內電圖 我們把這個資訊都寫在上面 電圖器的電圖是4歐姆 所以來 這個是4歐姆 它的兩端的電位差是8瓦 馬達的內電圖 來 馬達內電圖是2歐姆 2歐姆 第一題 馬達對外界做工的功率是多少 我們昨天喔 來 在講說馬達對外界做工的功率的時候 我們當時因為他給我們的一些資訊 是那個馬達去把東西抬起來 是不是給他每秒他上升的速度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去算 可是這個題目有沒有告訴你 馬達做了什麼事情 沒有 所以你變成 你不可以從這個地方來算 你要怎麼從限度來算 好 這整個限度來算的第一件事情 一樣跟剛剛類似 就是你要把這上面的總電流 I 我說會很可能 I 剛那個昨天講的第五題 它的好處比這邊簡單 是因為他給你I 我問同學一下 這個I是多少 等不等於 來 先注意聽 來 這裡是我們就乍看線路 來這邊1歐姆 4歐姆 1歐姆 2歐姆 所以合起來多少 1 1 2 4 來 合起來多少 4 8歐姆 沒錯 4 8歐姆 然後來這裡這邊電壓40歐 來這邊10歐 可是這兩個電壓來 請問要是同方向還是百方向 所以來跟正來講 你應該知道這個電壓應該是 整個電流應該是逆時針還是順時針 這電壓大嗎 是不是應該是逆時針 也就是哪一個是提供能量的 這也有提供能量 來下面這個是什麼 消耗能量 好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來看到 來他是不是就像這樣走 好 所以來整個合起來 電壓應該是幾幅 是不是30幅 好 我想請問同學 整個的電壓是30幅 然後我們剛剛算出來 電流是8歐姆 所以來他的電流4幅 是30幅以8 回家 來我們認識這樣 我問一下來請問一下 他的電流是不是30幅以8 好 有同學說老師這樣好像也不太對 來我看這裡 光看這裡的話來電壓85 這邊4歐姆 來請問一下這位電流多少 4歐姆 好 所以你如果從這裡看 六位發現來他的電流應該是8除以4 應該是2A 請問一下哪一個是正確的 顯得一定有一個錯 哪一個是正確的 後面這算是正確的還是前面 這個是正確的 這個很明確 因為這個電竹4歐姆 其實4歐姆 &阿第q方 所以電流是不是2A 那這裡是2A 沒有可愛 因為這邊通通都是涮 такой通通都是2A 這是一個關鍵 可是問題這是錯在哪裡 hello 哈囉來要回答我來你知道來這邊的錯在哪裡 你一定要知道你下次才不會出這種錯誤 錯在哪裡 錯在哪裡 來錯在哪個地方 關鍵因為其實昨天有講過來錯在哪裡 來其實是這裡 請問一下這邊可不可以直接把它當成一個 這個線圈就是2歐姆的 不行 因為我們講過它能量其實在這邊 除了消耗在那邊 是不是還有一些能量消耗出去做工 可是那邊你不能夠用電乳來表示 所以只要碰到這種題目來 來碰到這種題目來再次算是錯的 好第一件事情 來第一件事情你要先算電流 透過R的電流來算出來 I的話是8乎除以4歐姆 所以是2A 好 好既然是2A 所以來我們現在一個一個來看 根據昨天的做法 所以我再寫一次 來 昨天的做法就是來 輸入的應該等於輸出的功率 好 輸入的其實是I 好來 我們I是大寫的I 就是大寫的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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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真正給能量的只有這個 適時浮測的這個 其他通通都在消耗 其他通通都在消耗 來消耗還包含誰呢 好包含那個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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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是四十股提供的能量 這個是十股一種股消耗的能量 其實老師上寫是囉嗦啦 你如果每一個在自己上去算算算算算 其實是可以算出來的 好 來 這個是什麼 R1是第一個 來 這個是R1 這個是R2 好 這個是R 來 這是內電 所以來 這四個 這四個就是一二三四 四個電比較好的 然後全部最後來 剩下就是拿給馬達對外做 那你真正在計算其實不用像老師這麼麻煩 來 你可以直接寫什麼呢 來 你可以直接寫 好 來 這個I 剛算算是兩安培 來 兩安培就吃師傅了 來 這個就是八十 我直接寫囉 好 然後那個師傅了 來 更成兩安培 所以它是二十瓦 二十瓦 對不起 好 再來 R1 欸 我寫錯了 不是 R1 I什麼 我要寫半天啊 通勤工作 欸 老師哪天寫錯 喔 這怎麼會是 R1 不是在寫功率嗎 應該是什麼 是不是要動I平方 這是IV嘛 這是IV嘛 這邊後面是不是要動I平方 I平方 I平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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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都看過的嗎 還是老師寫的就是對的 好 I平方是四 四 好 所以第一個是一歐母 第二個是 也是一歐母 好 這個外電路是四歐母 好 那個瑪達的話是兩歐母 好 所以瑪達對外界做的功率 好 二十八瓦 那個錯了喔 四十六再加八多少 八加八十六 七六 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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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二十五十二 正方喔 好 可是... 主要這邊有沒有問題 這邊用的就是來輸入能量點輸出能量 來 最後一個 來 這個也是一樣要為回答 請問I平方數消耗電燃變成化學能值的字 上面這哪一個答案 這個 來 他把電燃變成化學能 主要是哪一個 其實很簡單啊 我把電燃變成化學能不就是變成我的電動式 所以答案其實是不是就只有那個 懂嗎 來 我現在來 永永兔消耗電燃變成化學能 來 變成化學能的部分是不是就這一個 我等一下再跟你講 所以來變成化學能第三個 來 變成化學能的部分 來 英雄兔 來 變成化學能的部分 其實是I 英雄兔 I 英雄兔所以是二十二十二十二 可是 所以這幾二十瓦是沒問題的 可是有人會考在 考在哪裡呢 他說老師這邊不是還有內電阻嗎 來 跟內電阻這邊下到幾瓦 I 平方 R 來 幾瓦 四瓦 那請問一下 那個四瓦就這個四瓦 來 這個四瓦還有這個 來 這叫做什麼 所以這個題目是這樣 你說你會算 可是人家問了你不見得會回答 請問一下這個道理是什麼 來這邊這個消耗叫的 來消耗的才是這個內電阻消耗的是四瓦 然後這邊是這樣 所以來這兩個隊來講 是不是就是整個電子消耗的 請問一下這整個電子 英雄兔消耗的什麼 電 它整個消耗的電能消耗掉二十四瓦 其中二十瓦拿來變成什麼 化學能 其中四瓦變成什麼 熱能 所以來 我們現在好來弄清楚一下 這題答案到這邊 所以你要指導是來對你雄兔而言 對 來這雄兔而言 它消耗掉的電能 其實有一些變成化學能 有一些變成那個內電乳 產生的熱能 熱能 好 所以來這個話是 I一雄兔 這一個話是 I平方R兔 I平方R兔 來這邊這個是二十 這個是四 所以這個答案是什麼呢 來 這個是 I平方R兔那個電池 第二個電池 所消耗的電功力 它所消耗的電功力有二十四瓦 可是二十四瓦拿來做兩件事 二十瓦拿去充電變成化學能 四瓦就是消耗掉 四瓦就是消耗掉 來 請問找OK嗎 好 要剩下來這禮拜 那下禮拜我們要檢查 請同學就把它寫完了 就可以寫完了 來 我先來講一下 這個 哪邊不用寫 二六不用寫 二十六頁 二十七頁那些什麼 家庭用電池還是可以寫的 如果二十六頁不用寫 來 其他的 請你把它寫寫看 盡量試試看 好 來 請下課 啊 那個小老師 所以這個 等一下 要給我跑那個 等一下 竟然是發生的 publish 交易 要不要跑那個 等一下 等我 久不見 做了